大家好,今天我就教你们做一个纯正的提拉米酥 首先我们需要一些配料,就是立刻饼干 五颗鸡蛋,白砂糖,还有马斯卡布尼奶酪 另外也需要现煮咖啡 因为需要用的量稍微会多一点,所以我们也用了三个不一样的糊去先做咖啡 我们现在先要把蛋黄和蛋白分开来 所以我们也就需要两个建议你们用稍微大一点的碗 因为之后还需要搅拌之类的,所以需要大一点的碗 然后鸡蛋分了之后,往蛋黄里面要加差不多四勺白糖 然后就是直接用勺子搅拌就行 然后这个蛋清我们就要用那个搅拌机,然后让它膨胀起来 就让它差不多变成一个就是一堆血的感觉 就需要用小搅拌机这样速度快一点,可以让它膨胀 然后现在就是在搅拌了白糖和蛋黄以后 我们要把马斯卡布尼奶酪也加进去 就直接用之前的那个勺子就可以 然后加进去,就一整罐往里面倒 倒进去之后也是继续搅拌 然后这里也稍微需要多一点劲,因为它需要完全融合 然后在这个蛋黄这边,差不多搅拌好了之后 你就稍微尝一下,试一下,甜不甜 试一下那个酿有没有好,就差不多就可以了 然后我们需要把之前搅拌好的蛋清倒进去 然后但是搅拌蛋清的时候需要,就是不需要再那么用力了 因为我们要确保蛋清不会再缩回去 在搅拌完所有的东西之后,我们就可以把我们的容器拿出来 然后先用搅拌的这个先打个底 然后把那些之前提到的饼干泡在咖啡里面 然后一层一层给它铺上去 每一层之间再涂一层这个搅拌的 然后最后作为点缀,你们也可以加一点,比如说这个巧克力粉之类的东西 那么现在我们就先用我们之前搅拌好的东西 在那个容器里面打一个底 然后现在我们就把饼干泡到那个咖啡里面 就不需要泡太久,不然它就软了就不好吃了 稍微泡一会儿 让它入一下味,然后铺到之前已经做好的这个底子上面 然后一直铺到铺满为止,然后就可以放下一层了 然后在其他所有过程做完以后,我们就可以用这里的可可粉去点缀一下 然后在最后的点缀做完以后,就只需要把它放到冰箱里面冷却至少两个小时 然后这个意大利甜点就做好了 然后这个意大利甜点就做好了 谢谢大家